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谁跟谁能够顺利的澄清呢 重点是今天星光晶为什么又往上冲高 而且看起来好像这个买盘是有备而来 你现在如果要卡位的话 买谁还来得及呢 至于说整体的金控股 8月的成绩单也都公告出来了 前8个月份谁的获利表现好 谁的获利表现差强人意呢 那么很多存股族也在开始动摇了 这个时候呢还应该续报金融股吗 还是干脆转战股息殖利率更高 更迷人的高股息ETF呢 那今天呢我们有进一步的分享内容 至于说在非电子股的部分 包括汽车领组件 还有呢在运动概念股 都是呢接下来第四季 准备迎接传统的旺季 不过昨天东阳带领AM领组件 有了好表现 可是呢今天却出现拉回 难不成只剩下一日行情 都是短线课在里面上下起手吗 那来EKY呢今天要举办法说会 股价在盘中再登历史新高 那其他的运动概念股 自行车或健身器材 还有没有机会较出好的表现 那我们就继续在节目当中 帮大家追踪分享 所以呢请记得每天的节目 都会有满满的干货 请您记得到YT YouTube 去搜寻股市权威陈薇良 看完我的影片 请顺手帮我按个赞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 可以多多的转分享 好今天的大盘呢 最大的焦点一定就是 成交量竟然又缩了 我想呢这个成交量 缩到呢3000亿元以下 大家呢已经觉得 这个行情呢非常的黏 甚至呢好像呢很闷很闷 可是呢今天的量呢 竟然又创下了近期的新低了 来到2300多亿元 那这当然就是反映出 现在呢想要等待观察的人 比直接进场的人多 而且呢进场的人呢恐怕呢 也是偏向于呢打带跑居多 因为呢这几天呢 如果你去看盘面的族群轮动 常常呢昨天的弱势股 可能今天就变强势股 但是今天的强势股到了明天 它又可能变成弱势股 所以呢这么一涨一叠 一涨一叠之间 节奏稍有失误的话 就很可能呢 偷积不着18米 赔了夫人又折兵 没赚到还倒赔 所以呢很多投资朋友 最近呢跟温阳老师 聊聊心声 说说呢自己的苦闷都提到 尝试做短呢 反倒是被双疤 所以呢有些人就干脆呢 气泄投降了 暂时呢选择观望 我想呢这个心态 我们可以理解啦 只不过如果呢 你是因为长不到节奏 那我必须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困惑 那温阳老师困惑的时候呢 就会想呢 回到股市 拿出我的圣经 好好的呢 去检讨 去思考一下 股市里面的圣经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信仰 就是基本面 不论呢是总体经济的环境 不论呢是产业的趋势 或者是呢 各股的接单财报等等 这个就是呢 我们在市场 想要呢 站得挺 站得久 最重要的信仰 所以如果呢 你对这个行情 觉得很惶恐的时候 就回头想一想 你手上的股票 你是不是坚定地了解它 坚定地看好它 那近期当然呢 变数是一个接一个 我常说 市场上呢 永远都有变数 像今天大家盘中的时候 可能在讨论 在观察的变数是什么 美国的总统大选 候选人的辩论 那接着呢 还有CPI 关于呢 通膨的数据 到了下个礼拜呢 大概又有更重要的 联准会 降息要降一码 或两码的会议决策 所以一连串的数据 那即便呢 下礼拜过后 后面还有没有新的数据 新的变数 当然有 因为呢 这个世界是不停地在运转的 其实每天 每周 每月 都不断地会有新的变数产生 那我只能呢 跟大家分享经验 变数越少的时候 股价就会越贵 那成交量越低迷的时候 它就会相对 是比较呢 适合去找买点 而不是卖点 这是一个呢 我们在市场多年来经验 因为呢 如果你要说见到头部啦 或者说呢 这个甚至是由多翻空 那那个前提一定是会先出现呢 爆大量 而不是像现在这种呢 量缩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把操作的剧本呢 沙盘推演一定好 那下个礼拜 的确我认为啦 联准会的利率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将会定调呢 接下来是硬着陆或软着陆的几率高 那因为我刚才就讲了嘛 投资最重要的信仰 就是基本面的方向 任何股价 你是无法跟基本面的力量 去做长期的抗衡或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是软着陆 那我认为呢 有些好股票 你就可以呢 赶快把握机会去做布局 那如果是呢 偏向硬着陆 那这边当然呢 你也是要呢 面对股市的波动 那有些呢 趋势已经向下的公司 真的是就要断舍离 果决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关于基本面的信仰 那今天温老师呢 带来两张图卡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我们看到呢 这张图卡呢 红色的这一条走势图就是呢 台湾的大盘加权指数 那至于说呢 蓝色跟黑色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呢 产业营收年增率为正的数量 好 那八月营收呢 公告完毕 创下呢 史上最好的八月成绩单 那当然呢 这一方面令人欣喜 不过 其实你从历年来的一个经验来看 当呢 营收呢 正成长的数量 来到相对高峰的时候 就要去注意 后面一旦转折往下的时候 大盘呢 也会有回跌的压力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 这个第四季 传统的旺季 能不能有续墙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我个人呢 在整个趋势转折上面 会特别关注的指标 就是用未完成订单去减掉客户的存货 那这个指标呢 很简单 就是当它呢 是大于零的 就是在零轴以上的时候 就代表呢 新订单扩张 而且客户是缺货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 如果呢 订单一直在增加 那客户也一直呢 在积极的拉货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形成柱状体呢 在零轴之上去做成长扩张 那对于经济的后市就可以看好 对于股市的后市就能够呢 续墙 那我们看最近这几个月的一个情况 说实在的 指数呢 从高点拉回 然后呢 做震荡 那基本面的表现 刚好非常的尴尬 大家看这个柱状体的部分 当然还没有太糟糕 也没有很危险 因为它是在零轴以上 可是呢 高高低低上上下下 这整体的动能呢 并不明朗 也就是说呢 基本面近期还不错 但是呢 中线长线的能见度 我觉得似乎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也是呢 行情为什么比较胶着的原因之一 好 那我说要突破僵局 大概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呢 股价拉回 够深 跌得够便宜 跌到吸引人的时候 资金就会进来了 那量就会放大 但是这个过程 恐怕想起来就蛮惊悚的 那会蛮可怕的 那第二种状况呢 就是要有呢 爆炸性的需求 更强大的新产品力多 来刺激 整个业绩呢 能够进步往上 那这个部分 我想呢 年底之前 应该有两个救世主 看谁能够呢 先挺身而出 一个是苹果 一个是挥达 甚或是呢 会不会两个 都能够呢 成为全球股市的新英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呢 iPhone 16发表完毕之后 我想呢 几乎所有的报导 还是呢 跟往年一样 一面倒 怎么样的一面倒呢 就是呢 开始开栓 产品呢 了无新意 那预计呢 这一次的整个新机呢 恐怕销售也不会呢 有预期那么样的好 那事实上呢 我们看苹果的股价 好像呢 也的确在发表过后 没有什么激情 可是呢 我们把苹果历年iPhone 发表会后的股价 做了统计 那其实有一个 发现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发布过后的 二四小时 过去的十六次 有七次是上涨 八次是下跌 也就是说呢 苹果的新iPhone 发表之后 在隔天 下跌的情况 是很普遍出现的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呢 通常在发表前 因为他太受关注了 谣言满天飞 大家早就已经在猜 他会有什么样的规格 所以真正呢 这些新规格 端在眼前的时候 大家也会认为 了无新意 因为已经猜到了 那再者呢 就每次大家都会说 可能呢 销售会不如意其 然后骂完以后 就开始默默地去 预购了 那所以接下来呢 整个扑货的状况就不错 然后呢 如果是发表过后 如果我们直接把时间 拉长到60天来看 那苹果的股价 上涨的几率 就可以高达73%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第四季是 美国的消费旺季 也是呢 股市上涨的旺季 现在大家在说呢 美股常常会有九月魔咒 是的 不过呢 在接下来的10月 11月12月 延续到隔年 通常都表现不错 这个部分呢 跟台股的走势 是如出一策 互相呼应的 所以呢 趁着现在 这个行情在压缩的时候 我觉得呢 大家真的不要灰心 你还是可以保持警戒 但是呢 一定要特别特别认真的 去研究 去观察 目前有哪些股票 是值得大家至少先留意 甚或如果你有呢 足够的资金 可以呢 趁拉回逢低 去建立一点 基本持股的部位 好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 今天的金融股的部分 2888 星光金 又是呢 盘面的超人气股票 那今天呢 这个点火急拉 那来到了13.55元新高 我想呢 我们节目在下午 Live即时播出啦 不过呢 也许等到呢 各位下午班晚或晚上 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大概已经会知道了 就是呢 今天的临时董事会 台心金呢 预计要去提高 对于星光金的收购价格 也就是去调整换股比率 那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啦 就是有人总是早知道 所以知道的人 就会先去买 那不知道的人 听说了 也会呢 反正就是先抢再说 那无论如何呢 看起来 台心金 势在必得 但是中信金呢 也绝对不想若人后 所以这双方啊 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 不管是叫做唇枪舌战 甚至呢 会不会走向呢 一些所谓的 法律的攻防 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出现 那星光金呢 这个代价的新娘 那当然可能会是很多小股民 最近呢去抢短线的选择之一 我认为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吃这种 所谓的换股的价差 或公开收购的价差 那就是做个短线就好了 做个短线就好了 因为呢 毕竟啊 星光金的营运的状况 老实说 各位不要生气 你客观地把这个 过去历年来 国内十几家金控公司 大家的获利跟配息能力 财报打开来比一比 这不用我说 你们也知道 其实星光金相对是 比较差强人意的 再者呢 金控公司每个月 都会公告字节获利 所以现在呢 八月份的获利也公告出来 那么国内呢 这十四家金控里面 只有一家公司 八月是亏损的 就是星光金 所以 虽然它今年上半年 获利也交出了好成绩单 可是我觉得 公司是人在治理的 如果你这个根本的问题 没有改变 只是呢 看天吃饭 看着呢 股市跟债市的波动 让整个营运绩效 载幅载成 这个其实 真的不是股东 长久之福啊 所以呢 八月份 大家都还在赚钱的时候 只有它亏损 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呢 长期把它纳入 你的存股标的 那当然未来不久之后 可能也不会是星光金的 也许会变成叫做星星金 也许叫做中性星光金 那无论如何 我认为啦 星光金嫁给谁 都比它单独存在来得好 那就看你们比较支持谁 但是呢 最近也蛮多的股民 在问微良老师 现在去看金控股 金融股的投资价值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棒了 那该不该呢 干脆换车 换到高股息ETF 同样做存股 同样一套资金 现在呢 高股息的殖利率 动辄都有呢 8% 9% 甚至呢 超过10%以上 那金融股呢 说实在话 长期殖利率 大概介于4到5% 那这样子呢 谁还想存金融股 可是 这可能不是 一个够完整的答案哦 因为我们在投资 即便是存股 不能只看股息殖利率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配息配给你多 但是请问哦 个股跟ETF都一样 配息之后 要不要从净值扣掉 要 所以 把息值还原之后的 总报酬率 这样子的比较 比较客观 那我们呢 把这个数据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 如果要拿金控股的 年化殖利率 就是还原息值之后的 年化殖利率 来跟高股息ETF 做比较的话 那跟大家报告 因为呢 大部分的高股息ETF 成立的时间 大概不超过两年 那成立五年的 也只有呢 00878 那成立最久的 你们也都知道 是2007年成立的0056 所以呢 我就告诉各位哦 0056从成立以来的年化殖利率 是8.32% 不知道跟你心目中的数字 是否一致 还是呢 你会有点意外 是意外的高 还是意外的低呢 再说一次 0056成立以来的年化殖利率 是8.32% 那你想不想知道 国内所有的金控股 他们的年化殖利率 比0056高 还是低 谁比它高 谁比它低 想知道吗 那不用猜了 这个全国 只有魏阳老师有这个资料 独家 回馈 提供给我的粉丝们 想要得到这份资料的朋友 很简单 加入LINE 就直接可以看得到 我们放在呢 LINE的主页 记事本当中 右上角的记事本 突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小老鼠 STOCK88 AT STOCK88 待会休息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目前盘面当中 有哪些值得留意的黑马股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 请教威良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威良老师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所谓的半导体设备 尤其COAS这个族群呢 今天看起来又死灰复燃了啦 当然有人解读啦 这个可能跟呢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后续呢 谁当选机遇高 等等之类的有关 我先略过不提 那你可以看到 好像今天君华呢 又拉尾盘上去了 不过目前我们手上 是没有持股了 那这个是有提醒过大家 其实呢 你就是灵活操作 灵活操作 趋势很好 趋势没有变 但是呢 股价跑在基本面前面 如果跑太远的时候 尤其现在的行情走势 是比较胶着的 记得呢 就是灵活 那节奏要对 拉回的时候 不要怕 不要干慢 但上去的时候呢 也要呢 舍得放 那其实我觉得 COAS设备 当然呢 它是一个长线的 大多头主流 因为这个台积电 已经背书过太多次了 但请注意一件事情 同样一个题材 对于同样一档个股 或一个族群 它能够产生的激励效果 一定会递减 一定会递减 所以呢 从去年的 所谓的红素新云万论 到今年可能呢 这所谓的G2C联盟 就是制胜 军豪 军华等等 这些当然都不错 但是呢 就要看你在哪个位阶 用什么策略 那因为时间关系 废话不多说 那我跟各位讲呢 接下来 我会更关注在呢 新的COAS设备 就像呢 之前我们带大家操作 惠特也是呢 非常不错的一档股票 那这边观察一下 2360智茂 那智茂呢 它光上半年的获利 就超过了5块钱以上 而且呢 比万论啊 星云啊 都还要来得更高 可是目前的股价呢 似乎还没有充分反应 也就是说 它的本益比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也切入到了 就是呢 这个先进封装的领域 那目前投信呢 连续的买超 特别在昨天呢 是扩大买超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个股价在创历史新高过后 上档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了 那就接着去反应 如果它的一个 新的事业体 新的订单 能够带动呢 P1上修 那当然股价呢 就能够继续的 去创造新的高度 天花板 那再来呢 我们昨天有稍微小聊 提到的6739 足声科技 那这个呢 其实它最主要的 就是属于呢 跟半导体的设备商 或晶圆代工厂 去做合作 那随着现在呢 不管是说在台湾 或亚洲 或者说在国外 越来越多的晶圆厂 在扩充设立的时候 那其实会带动呢 相关设备的需求 而这些设备呢 其实如果你要呢 让它达到一个 比较精准的一个凉率 那就要适应呢 每一个地方的气温 气候 它是不一样的 就像欧洲跟亚洲 这整个呢 气温的温度或湿度 是完全不同的 那所以以前呢 这个工厂里面呢 你要有人在现场顾着 然后呢 去做一些调整 才能够呢 拉高凉率 但是呢 现在你只要呢 透过呢 这个足声科技的感测器 让等于机器人 直接帮你做远端的监控 而且呢 效率更好 成本也更为节省 那目前呢 已经陆续的跟呢 多家的 晶圆大厂 还有呢 国外的半导体厂 都有合作 其中呢 美光呢 将在全球的厂区 去导入自动化的一个配备 那股价的部分呢 这边突破之后呢 开始带量加速上工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哦 这个623系维 目前呢 股价 随着呢 投信的任养 稳步的往呢 前高去做前进 但是反观哦 目前 3362先进光 为什么同样呢 受惠于AIPC AIMB 股价呢 最近的波动 真的满剧烈 先撞历史新高 又突然呢 大幅度的一个下滑 那我想最主要 还是在于呢 近期这一段时间 它的筹码 比较凌乱了一些 不过业绩的基本面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7月营收创新高 8月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哦 先进光之前 有发行可转债 每股的转换价格 是定在253元 那我可以跟各位讲 通常可转债的这个 转换成本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支撑 那现在的股价 当然是在呢 这个转换价格之下 也就代表说呢 其实你在呢 转换价格以下 如果用布局的眼光看 基本上是不会吃亏的 因为呢 大部分的大股东呢 都会呢 希望接下来股价 能够呢 拉高之后去做转换 那它的一个 可转换 开放转换的时间 会在10月中旬 那从中期的角度 也就是周K线来看 目前呢 是在上升的轨道当中 接近下源的话 其实我想呢 机会是大过于风险的 好 那8070长华 投信持续任养 看法没有改变 3147大众 8月营收非常好 创历史新高 今天早盘先冲高 那当然有一些震荡 不过呢 这基本面呢 还是非常好 下半年呢 要赚6块钱 全年度赚10块钱 本益比偏低 那电子股 现在呢 当然杂印比较多 如果呢 你要分散布局在一些呢 非电的部分 包括呢 1319东洋 还有呢 152提维西 那提维西呢 因为8月营收 稍微呢 比较差 所以呢 今天股价剧烈反映 反映出市场信心比较弱 不过不要忘记啊 8月原本就是相对淡季 所以这个时候呢 淡季中找买点 要迎接的自然就是呢 第四季冬天的传统旺季 那来意KY 今天下午呢 会参加法人的这个法说会 那基本上呢 后续如果有一些新的看法 或者说新的利多题材 我们再来跟各位做最终分享 那另外呢 乔山8月营收 也较出了好表现 股价呢 随时都有机会去做突破 现在呢 多空拉扯当中呢 如果你想要找到新的方向 对的方向 即刻跟上我们脚步 小老鼠SPOCK888 最大操作的顺心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关东朋友 本公赛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诈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提供参考 都将应该要独立判断 实现评估 并且去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